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周的 nft 专门 newsletter 那么还是一样 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周发生的一个情况 然后大家可以扫一扫这个呃 微信公众号然后关注呃 公众号那么每周的话 我都会有总结上一周的一些金 精选资讯 比如说 nft 领域的 比如说website领域的还有 ai 领域的 ok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nft 的 ok 那么 top 3 的一个是汉莎集团推出 nft 忠诚计划 那么还有一个哈西哦 嘻哈我想加入 gala music 那么 gala music 我上周的话 也有一个就是谈到 gala music 然后上应该是上周的视频啊 专门讲了这个 nft 的分类 就拿几种 nft 其中就提到了 music 的一个 nft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之前的视频啊 因为如果说你对这个 nft 的分类 没有太多了解的话 那么可能会感觉比较难以理解哈 包括今天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一个动态 nft 也是一个啊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一个概念哈 以前都是静态 等一下我们谈一下动态 ok 然后还有这个罗纳尔多啊 大家都知道足球巨星 然后面临价值6100万美元的法律诉讼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加密货币的欺诈行为 好汉莎集团推出 nft 忠诚计划 那我们在上周的话也有提到啊 这个啊阿灵球公司 阿灵球航空公司第二大航空就是阿提哈德啊 我们上周的时候已经上周在警报里面 已经提到这个啊航空公司 他推出了他的一个 nft 计划 大概应该是好像总数总数是300个啊 也是扩展其忠诚和奖励计划来引入的这个 nft 那么他是提供了一种新的质押以获取里程的功能 然后以允许旅客锁定期 nft 然后获得啊提哈啊提哈 就是阿提哈德哈 他的一个里程 啊最近很多航空公司都已经推出来 这个 nft 的忠诚计划 包括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汉莎集团 那么汉莎的话 他是欧洲第二大航空公司 那么他刚刚在上周的时候推 宣布推出与 nft 相关的收成计划 等一下我们还有另外一家航空公司啊 也是推出了 nft 我们等一下再看啊 那么这个计划的话 允许用户在 you uptrip 移动应用程序中扫描登记牌 然后将其换着 nft 交易卡 以解锁啊航空里程商务代金券 和其他旅行的奖励啊 这个跟我们刚刚说的阿提哈德的这个 nft 他的一个啊功能功用啊不太一样 ok 那么啊 我们来看一下重要的 那么根据8月31号的公布 如果 uptrip 现在正在准备第二 进入第二阶段市场的推出 那预计今年晚一些的时候会公布 那这个应用程序啊 也就是 app 可以从 apple store 跟根据个 google play 下载 可以看欧洲哪些航空公司 今年表现不佳 也就是包括汉沙哈 汉沙是欧洲第二大航空公司 那么总客流方面 德国的汉沙集团 在2021年排名第二仅次于瑞安航空 ok 好这个呢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 阿提哈德航空在上星期我们已经提到了 他是总说就是300个这个 nft 但是汉沙的他好像是你扫描登机牌 他就有 nft 交易卡 然后他可以累积形成他不 并不是说限量版的啊 这个阿提哈德他是限量版的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ok 然后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也算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 也就是说在 nft 的发展过程中 因为不断的去改进不断的去啊 使其直接政策啊更加顺应市场 ok 那么上周的话 opensea应该上上周 其实上周上周的这个视频里面我们也有提到 opensea他改变了他的这个啊 royalty就是版税的一个呃收取的政策 那么他的这个交易量就下滑 那rariable在24小时之内显著暴涨上升了百分之三百 将近百分之四百啊 那么他的突然的人际提升是尤其强力支持的 nft 创作者版税所引起的 因为他是支持创作者创作者版税的 但是在这一点上面opensea他是 他的政策反而是反其道而行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opensea的他的交易量 突然就是会会会大跌 然后rariable会暴涨啊 特别是在这个opensea停止其强制性版税工具之外 也就是他不强制了 那么你可以呃手动选择 关于这个知识产权费用的话 一直都是存在争论的 那么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opensea就已经开始对nft交易 征收百分之零点五的强制 呃强制性版税做创作者版税费用 但不对创作者支付费用上进行链上执行 那么市场的这个竞争对手也就是blur blur的话是去年 应该是去年就已经开始这个比较活跃了 那么他还有各种的空头 那么他也是这个呃 不支持这种支付方式 但是跟opensea不同的是 blur不对在其平台销售商品的卖家收取费用 所以这个还是有些差别的 那么opensea之所以要停止 这个强制性的版税工具 就是因为他想要去跟blur去竞争 因为啊本来opensea他是 怎么说这个领域的伦组老大 但是blur的出现改变了很多 那我上天就说了 这个领域也是蛮串的 但是在这个竞争过程中 其实对于用户来说是是好事 ok 那么二级市场的格局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 nft 平台创作者偏好和公众意见之间的关系 接受 nft 领域不断发展的本质 以及创作者版税在塑造这些交易平台 未来的关键作关键作用 然后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协同如何颠覆音乐产业 这个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也是关于音乐这个 nft 方面 然后包括 ar 因为现在有很多生存式的这种 啊音乐啊哎呀我们叫 ai 音乐 那么你越来越越难区分人工生成的音乐 和 ai 生成的音乐 那么 ai 的内容通常是基于现有的内容 进行训练的包括 music 包括音乐也是这样子的 那么原作者他可能并不知道啊 你拿了我的这个啊 这个音乐去进行人工智能训练 这个涉及到这个伦理和法律问题 但是目前的话上为上 无解决方案 那么区块链技术的话 他其实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人工智能跟区块链 他其实是应该是结合在一起发展的 那很多人到现在包括我啊 前段时间也是一直就是在这个问题上 在一直在做思考 那么人工智能跟区块链 他怎么去结合呢 区块链能够能为人工智能带来一些什么 那其中一个的话就是说 区块链他可以跟踪特定音乐内容的来源 也就是尊重其版权 你是可以疏远的 这样子的话是没得造假的 那么艺术家得到工厂的这个补贴或者补偿 ok 新汉偶像加入Gala Music 发布稀有NFT专辑 那么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歌手啊 或者说这个音乐团都已经加入了这个 website的大潮 发行自己的这个NFT 那么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然后特朗普的NFT在他的追谷照片 发发布之后出现了激增 这是一个 虽然是前总统啊 他也是一个网红 他每次有一些什么行动出来 他的这个NFT都会有价格的一个波动 那么呃他分享了自己的这个逮捕照片 我们可以看看一下他这一张 因为他在几年前啊 好像是2021年之前在推特上面被禁言了 然后他就在上周的时候 又宣布啊重新出现在推特上 然后呢就发了这样子的一张图 对因为他现在呢也正式在进行参与这个 呃选举 所以他说never surrender 啊永不屈服永不投降 对 然后在他的这个呃 我看一下 特朗普的数字交易卡片 最低价出现了大幅上涨啊 价值增加了超过62% 因为我没有去刻意的去关注哈 没有去因为我自己没有去购买 这个特朗普的NFT 对 啊然后我我我又是一个航空公司哈 进入NFT我刚刚所说的 他现在目前很多的航空公司就都已经 啊采用了这个NFT的一些忠诚计划哈 利用NFT来来进行链上的一些 呃这个呃链上的数据记录以及 嗯忠诚计划 这个volaris是墨西哥领先的超低 成本航空公司哈 最近涉足到而涉足过NFT市场 然后呢又是成为头条新闻 对那么呃这个创新举措 不仅涉及数字收藏品 而包括为客户提供现实世界的旅行福利 这个跟那个呃 你叫什么哎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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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呃呃是吧 哎呃在 哎呃啊啊呃呃你怎么忘记他怎么读哈 哎呃哈呃哈特哈德啊有点类似之处啊 那么他一共是包括了10个独特的NFT设计 那每个设计都展示了不同的城市 包括啊这个墨西哥城 洛杉矶之加哥和秘鲁啊 另外这些不仅仅是数字资产啊 这个跟这个 还是有共同之处的 就是说啊他可以为客户提供其他的福利 然后一些年度的通行证 这个通行证就是一张金色的门票 可以让客户在一年内在航空公司的网络内 无限制的享受单程航班 那这个还是相当不错的 就他这个应该也是限量版的吧 嗯跟那个汉沙的有点不一样 汉沙的他我觉得他更多的可能是这种 呃数据的记录哈 就是链上记录你的整个的一个行程啊 然后数据的这个呃 这个记录呃记录下来 然后相当于一个电子通行卡啊 然后采用像区块链这样的技术上啊 使我们能够提供独特的旅行体验 然后对创新和高标准 高水准客户服务的承诺 ok 那么我相信接下来的话 也会有更多的这个航空业的公司 进入到nft领域啊 那么这一举措对于技术和传统营销 都有无限的可能性 他将重新定义 许多爱好者的旅行和数字体验 ok 好这个呢是独朵独朵 跟clocks的一个啊合作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然后足球巨星的罗纳耳朵啊 面临这个法律诉讼 我们看一下他在场外卷入了一场 风险重重的法律就分 涉及到他的加密货币公司 他加密货币公司叫 18k ronald ronald hill 是吧 那么他这个公司呢好像是 呃当时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承诺啊 说是这个投资的收益 每天是超过2%的 那一看就不太可能啊 这一看就是精致他 因为你如果说每天能够固定2%的话 这这个就是这种彭氏的模式 啊你这个钱从哪来 这个这个大问题啊 那最终的话他没有能够兑现 他的一个高额盈利承诺 他就承诺在里面的 所以呃被起诉就是很正常的了 ok 然后呃 他已经两次五式的法 法庭传票 所以哎呀 不管是多大的明星啊 在这方面的话 如果说处理的不好的话 真的就是你 你在球场上 在体育竞技场上看到的 这种形象跟在线下或者说这种生意厂商 投资领域看到的可能都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不不要去有名人效应啊 有有很多东西啊 包括名人做的广告那些产品 他不并不一定是好产品 所以这个大家要留意的 然后啊 这个 啊 Hitopia啊 是一个突破性的游戏平台和元宇宙 寄予以太坊和Polygon 嗯 是有经验的Minecraft模组开发者打造 他应该是Minecraft的一个竞争者啊 ok 那么这个新 上星期基本上就这些啊 大家可以去关注的 然后我们这个星期主要是讲一下 这个动态NFT 啊 等一下我们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动态NFT 他的这个呃 实际的是怎么样去运用的 那么我们先了解一下动态NFT是一种 具有编码智能合约的 逻辑的非统治化代表NFT 使其能够根据外部条件自动更改其原数据 那前面的还这个有点有点绕口哈 我们只需要知道他是可以更改原数据的 ok 那么NFT 动态NFT就是dynamic dynamicNFT 那么他可以根据外部事件和数据进行自 自适应和更改的能力 拓展了NFT可以处理的设计空间 那么这篇文章的话就是 大概介绍了一下DNFT 那大家可以在 会员网站的后台可以看到 复会会员是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一定是在NFT领域哈 这些知识呢 这个原文是在Chainlink 然后我把它翻译了 然后放在我们的这个会员后台 大家可以去学习 学习学习非常重要啊 那么我们 理解NFT就不用理解了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 就是独特的数字对象 也就是说你把你的作品图案也好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图案 那么图案上传到这个区块链啊 然后呢你就有一个唯一的一个地址 那这个叫啊有token ID token ID和唯一的合约地址 那么呃像图图像啊 然后视频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数据都是可以上传的 然后有独特的数字 的这个领牌 我们叫token ID 那么最常用的就是啊 一些PPR 然后一些数字艺术 那么比如说一个数字艺术家 啊一个艺术家链造了一个代表数字 艺术品的领牌 那么他是收藏家是可以购买这个领牌的 然后呢标记他们的所有权 也就是说一旦这个NFT链造出来的话 他们的token ID是不会改变的 那么这也保啊保障了这个啊 山寨啊就是 阻呃阻碍了呃不要阻碍了 就是阻断了山寨品的这样子的一个啊 这样这样子的一个呃怎么说呢 就是很多人就你像比如说我们传统的 那你一个实物那另外的话 我可以仿造出一模一样的 那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辨别真伪 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啊 这也是侵害了原作者的一个呃版权 所以在链上的话那NFT的话我们可以 上传他的一个呃原始作品 然后底层图像被复制 那么呃我们就可以溯源啊 这个艺术品是不是真正来自于这个艺术家啊 所以呃 创作者可以通过他们的粉呃 可以通过为他们粉丝提供可验证的所有权 来向他们出售数字艺术啊 这个就是NFT 那么动态NFT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刚刚所说的 比如说一些艺术品啊 一些图片啊 他都是静态NFT 那么动态NFT 他是指的是他可以随着这个环境的变化 他可以这个原数据他是发生改变的 那么为现实事件中的数字呃物品数字化提供了独特的价值主张 比如房地产契约专利以及呃和其他的唯一标识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呃一定要自己去看一下啊 然后呃比如说你原先是这个NFT 然后他是可以改变的 他是可以改变的 比如说啊他可以更改一些呃人物的特征啊 或者说他的整个的呃image 就是图像都会发生改变 然后潜在的用呃用力就是我们可以用在哪些地方 比如说呃在区块力游戏中的决策进展中非常有用啊 这是这是这张图 那么我们首次启动可玩NFT角色的时候 NFT在这个原数据中反映的是基本 我们叫base NFT基本的这个数据 那么这个玩家不断的升级 那么这个NFT中的原数据就会发生更改 然后以显示这个角色的成长 我们可以看一下哈 呃这边变成这样变成这样 OK应该从这里到这里哈 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用在房地产上面 我们看一下哈 那么呃将限制世界资产进行代币化时 通过需要一系列变化的度量标准 例如代表一项财产的NFT 可以反映其维护历史年年龄市场价值 那么这些的话 比如说二至二零二年的NFT的一个MetaData 那么这个是二零三七年的DNFT的这个MetaData 可以看看出来是有一些变化的哈 然后呃这边的话都是有记录的 所以它的原数据是有跟是有变动的 好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动态NFT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案例 好然后还有这样子的一些职呃体育 运动啊体育运动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一个案例啊 然后还有这个呃生态系统服务公司 将退化的土地转为有生产力的海水景观 那么它有五个短片的NFT 然后呢呃你每出售的时候 那就会释放出更多的真真的话 就是相当于你这个视频的片段 然后这个过程中过程就会持续进行 直到NFT之后可以看到整个短片 OK 然后这是Chainlink啊 Chainlink它是在支持这个DNFT 也就是动态NFT发挥的重要的作用 啊这边解释的就是一些关于技术性的问题 那我们就不在这里去做深入的解读了哈 好我们呃要看的就是这个all day 那么 NFL NFL 大家应该比较清楚吧 那么NFL是全国这个当然是美国的哈 橄榄球联盟 是世界上最大的职业美式橄榄球联盟 也是世界上最具商业价值的体育联盟之一 那么他这个的话跟呃 NBA的Topshop啊 NBA Topshop的话 如果说你在这个NFT领域 比较长时间应该都比较清楚的 那NBA Topshop 我们上周在讲这个NFT 类型的时候也有提到啊 他是啊记录你的这样子一个moment 就是一个瞬间然后以视频的形式 但是NBA Topshop 他好像是没有这种呃 没有这个动态NFT的功能啊 所以我们主要来看一下这个NFL啊 这个橄榄球联盟的他的他的他的叫 哦哦哦哦他的这个呃 网站叫NFL 哦哦这个是他的一个主页哈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是Buy a pack to get 10 dollar back 也就是说啊你把他这个这个派 里面叫starter 就是比如说我们是新人我们可以买的 尝试一下他这里面的话是有啊 不同的这个NFT 但是他他也是有分common啊 就是普通的啊会说稀有的 他也是有稀有布的 然后他里面的话也是呃 这呃这一些 当然这个是一个排行榜啊 我们可以去到这个marketplace可以看看到 啊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 Rare啊你这个若是common的话 他的价格呢就会比较低一些 比如说这个是三美金啊三美金 然后Rare的话就会比较高一点 比如说29美金 那这种的话就是呃 74美金 还有一种是Legend就更贵了 575美金这个底价已经是575美金了 然后比如说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starter啊 就是新人启动 那他里面是还有三个common 但是我们不并不知道是哪三个common 他可能应该是随机的 然后你啊取得之后你可以随时给他卖出去 那么如果说一个Rare是三美金 那三个的话就是十美 大概九美金吧啊 大概九美金 所以呃这个就是大家可以 如果说你对橄榄 橄榄球或说你是体育迷的话 其实就可以试一下的哈 可以去购买他的这样子的一些nft ok 然后啊我们今天最主要讲的是这个 啊动态nft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啊这个是之前的 然后他是整一季的 其实每一季 他的这个橄榄球比赛 呃好像会维持 多少个星期吧 嗯这边网络不是很好 啊这是一个这个案例哈 这个应该是上一季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是怎么样去变的 你看他是十一周的 然后这边呢就是 赚的比较慢 因为应该是说网络的问题 然后是十二周的 那整一个的话应该是大概十七周吧 这个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不是这个橄榄球的爱好者啊 也就是我主要是看一下他的这个动态nft 是怎么样去制成的 是怎么样的一个特征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他的多少周啊 一直在变化 那么在 f nfl 的每一周 他们都会在这个动态nft上面添加一个nft 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每一帧哈 或者说每一个视频啊 你可以这样的去理解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是不断的变化 然后为整个 nfl 赛季添加了难忘的一些亮点 那这项技术将适用于所有的 nft 啊不仅仅是体育收藏品 然后呃我们已经看到他对艺术的影响 这对艺术的未来也意味意味着很多 ok 那么我们还是说回这个啊 那么呃 我们刚刚有看到 他这边的话是有很多的 就是说二级市场 那你可以去购买啊 或者说去出售 ok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些价值 那么可以随便点开一个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的话正好是2023 2023年级的 ok 然后这个也是dynamic 这边都有显示他dynamic刚刚那个应该也有啊 这边没有显示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里有一个two points 那这个points是什么points啊 也就是说呃 如果说这个team赢了 然后包括基于这个 这个选手的这个呃 他的一个表现那么就可以赢得这个points ok 那也就是说你在购买 比如说我购买了这个之后 那我们可以赢这个points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呃奖励 啊比如说嗯 每一季啊每每一个星期结束之后 那我们可以有新的这样子的 我们刚刚有看到他新的一些片段又加进来 他是不断的去呃进化 不断的去加一些东西 那整一个呃赛季的话大概是17到20周 那这17到20周你会 如果说你是这个体育迷的话 是橄榄球球迷的话 那你会很享受这样子一个过程啊 然后你会跟你的数字产品会玩得很开心 然后你还会去关注哎 我的这个points是不是又增加了 然后整一个赛季下来的话 你的整个的这个 哎你这个价值可能就会啊上去很多 但是这个东西呢啊我们我也不能绝对的说啊 你一定会上去啊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这一季的drop 他是有两个的啊 好这边的话就是呃这两个啊 是9月1号就发行的 然后是10个moment 他这个里面这个包裹里面 好我们叫你叫派这个legendary 他是有10个 然后这个呢就是啊dynamic rear 他是里面是有4个moment 是99美金的 然后是这个呢是999的 所以嗯当然你如果说哎 这个东西好贵啊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starter的开始 那个的就是啊最便宜的了啊 啊当然你手上 你如果说能够买到这种贵的 那他的他的价值自然也会比较高 那整个赛季结束之后 他可能上升的空间呢就比较也比较大 所以啊这个就是动态的 这个是这一季的啊 当然他现在已经是出售完了 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这个二级市场去购买 OK啊 那我们这这个星期就讲回顾了 呃上一周的一个情况 然后还有介绍了动态NFT 啊我觉得每周去学新的一些东西是 是非常好的啊 你一定要去跟随这个趋势 要了解现在NFT 他不仅仅是一张图片了 远远不是一张图片呢 这么简单 现在已经是动态NFT 然后现在是啊 比如说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啊体育赛事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真的是非常啊 就是说你不需要时常去更改他啊 又发现一个新的NFT 又是一个新的moment OK比如说体育赛事啊 包括游戏的这种呃升级 也不可能说我 升级一个我又发现一个新的 所以这个动态NFT是非常 在这个里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用途啊是非常到位的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房地产的代币化啊 他发行的这个NFT 那么他的原数据 包括这个房子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他也是可以更改的 而且这些这些数据都是记录在链上 没有办法再去去篡改的啊 也可以溯源 所以这这个呢就是NFT他的发展的一个趋势 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么你说近台NFT会呃被取代吗 当然不会被取代 你因为你艺术品毕竟是艺术 但是你近台NFT他是满足不了很多的这种需求啊 所以这个也是NFT领域的开发者啊 创新者一边在往前走一边在摸索更新的东西 更适合这个各个领域的一些方式 OK好 那么我们这个星期的这个NFT专版newslayer就到这里 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 看完呃整个视频 然后我相信你们能学到很多 然后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购买这个呃NFL的这个呃NFT 去跟着整个赛事去 一起享受啊 如果说你是体育迷的话 好了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我们下周再见